上个视频 我们解锁了木星结合点 这个视频 我们来听锁一下 咕噜巴结合点 咕噜巴结合点只有一个结合点任务 就睡到去完成曲弓节点 神王塔 曲弓的神王塔结点 要从火位1这里过去 我们首先要解开火位1的stickney结点 这是个生存任务 完成5分钟的生存 即可完成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去完成曲弓的神王塔结点 这是一个贴灭任务 消灭完所有的依然 即可完成任务 虽然结合点任务已经完成 但是我们要去解开欧罗巴结合点 必须先将星图开到暗里才行 接下来 我们要去开木星的emites结点 这是一个救援任务 但是要去解救人质 我们首先要先去激活 这边的两个控制台才行 激活换个台后 管有人质的建议才会缓缓的 移动到平台上 此时我们才可以去解锁它 解锁建议大门 找到人质 占它汉纯的带到处理点 任务完成 接下来 是木星的com接点 这是一个移动防御任务 捡起地上的数据模块 看着黄色任务点 找到数据终端 插入数据模块 你在入侵的过程中 保护数据终端不被摧毁 入侵一定防守三个这样的数据终端以后 我们就可以前往处理点 完成任务 最后 是木星的com接点 这是一个歼灭任务 消灭足够的敌人以后 就可以前往处理点 完成任务了 现在 我们就可以去后路霸的集会点 挑战它的守卫者 No one man 使用增长武器的震动中心 使其浮空 在其浮空期间 不停的增弃卡杀几个 解锁欧罗巴结合列以后 会奖励我们千金斯万 披斯的蓝图和体魄光环卡 还会解锁系列任务 Limbo迷野和新衣迷团